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先请分析师Kingsley和我们分享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和比特币相关期货及概念股的表现 周一早盘主要数字货币再度集体下挫 原因主要在于韩国政府宣布将对数字货币交易所实施新的税收规则 数字货币交易所需要缴纳22%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2.2%的地方所得税 此外 韩国数字货币交易所Corbet已经宣布禁止非本国公民在其平台上存入韩元 不过 杀毒软件先驱Draw McAffin却发布推文劝告投资者不要恐慌 他认为此次大跌与印度银行关闭虚拟货币相关账户有关 同时他也预告去中心化交易所几个月之后就能建成 之后再无被勒令停止的可能 然而 华尔街知名分析师Jane Plikley咨询集团的首席投资官Peter Bukvar 却预测一场史诗级的崩盘将冲击数字货币市场 他相信数字货币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而且已经在漏气 期货方面 比特币两大期货受到比特币下挫的影响出现回落 截至发稿时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E今年2月交割的 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XBT下跌7.54% 报10540美元 交易量超过7500手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ME今年2月交割的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BTCF 报10475美元 交易量近900手 市场整体交投情绪有所上升 比特币相关概念股方面 比特币ETFGBTC低开平走 截至发稿时下跌4.3% 报1692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OSTK上涨6.5% 报82.7美元 XNET下跌5.31% 报15.52美元 RIOT下跌2.36% 报19.44美元 GROW下跌2.31% 报3.81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今日涨跌互线 截至发稿时BITCF微涨0.67% 报0.755美元 MGTI下跌3.82% 报3.78美元 BTSC下跌2.54% 报0.17美元 GLNNF上涨3.57% 报1.16美元 好的 谢谢今天的新闻及行情整理 接下来我们请到了中文投资网的分译师BRYANT 为大家解析几大加密货币的近期走势 BRYANT 您好 好的 主持人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技术形态 在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是知道美国政府出现了一个关门的现象 那导致比特币短线上可能因为恐慌 而走了一个向上的拉升 涨幅呢达到超过10% 但是周末两天的消化呢 比特币又重新的下跌 还是维持在我们此前形容的这个比特币的上行区间下行区间当中 那么每个平台不一样 我现在使用的是Coinbase的数据平台 我们依旧把前期的低点9005点的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Coinbase的Coinbase上方的一个最低点 那么一旦比特币在近期如果向下跌破该点位的话 我们会认为呢 它将会碰触200日均线 这也是比特币在去年一年的上涨行情当中 首次的开始向下碰触200日均线的这个位置 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买入点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还无法确定比特币将会在此位置 是否会向上反弹 还是会继续的往下走心低 但是大家可以去提高警惕啊 200日均线当前来看的价格大约在8600块钱附近 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入场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币的走势图 以太币整体还在一个上行的趋势线当中 而且以太币的走势图呢 比较好画 这该支撑线比较靠谱 那以太币最近的走势都会是 较比特币更为的波动 现在呢以太币下方的价格 我们可以把50日均线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性 大约的价格呢 是在840块钱附近 是以太币的支撑 只要以太币还能维持在该上行区间之内的话 我们都是认为逢低可以去进行做一个介入的 那如果大家真正的对于比特币 对于以太币有一个来回转换的过程 你会发现的以太币的 这个假如说你从你的Coinbase的平台向外转的话 它的处理速度是远高于比特币的 这就是以太币自身的一个优化性 自身的一个优势好于比特币的 所以呢市场当中对于比特币的技术的热衷度是高于比 对于以太币技术的热衷度 目前是高于比特币的 以太币的技术还是很高级的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瑞波币 瑞波币呢之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转性的形态 然后走出向上拉升 但是呢反弹到了20均线的时候 就开始预阻出现向下回落 这几天呢随着比特币啊 以太币出现下跌 那么以太这个瑞波币 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 就是我们画的这条图形 大约是在0.84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0.84 0.85这附近 可以作为瑞波币的重要支撑 一旦跌破的话 可能接下来会往0.6附近走 那该支撑是目前来看的 我们非常关注的重要支撑位 好谢谢大家 谢谢飞行师Bride 最后我们再来看今天 中文投资网团队在数字货币行业 做的独家专访报道 我们在比特币是我们所看的 进入的 blockchain 我们找到最好的技术 我们找到最好的技术 和技术的技术 在链上 我们想建议市场 他们在我们的 币服务 我们在其他其他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招货的招货。我们有大概200个人。 不同的招货。但是我们一直在看出新的招货。 而且,你没有限制在世界上的招货。 我们有很多招货在交易上的招货。 但是,在中国的招货。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招货? 我认为,有两个招货。 有两个招货。 第一个招货。 我们在社会上的招货。 我们在社会中央企业的交易。 我们用了这种招货。 我们是最大的招货。 我们是非常执行的。 我们的信息是来信息。 我们是有很大的招货。 未來有未來的未來 所以我們真的要在這裡 跟社群組合作為 找到最好的項目 讓他們有成功的項目 成功成功 我們停止了 我們有約100,000人 在八個小時 這是很瘋狂 我們想要讓我們 我們可以測試駕駛的企業 所以那些客戶會很開心 然後我們慢慢開始讓新的客戶 所以現在是唸唸唸 但我們會期待會開始開放更多客戶 但重新的客戶會很重要 我們可以測試駕駛的確保 讓新的客戶會很開心 有任何客戶會開放嗎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比特币千万富翁 数字货币赚钱资讯美股最新动态 敬请关注中文投资网时事更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